王毅我覺得是完整表達了中國的立場 坦白講他背後是歐洲的國家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外交 歐洲國家你可以看到各領導人講話都大概五六分鐘 那怎麼會給王毅12分鐘呢 因為他們心裡有苦啊 寶寶不好說啊 那就請中國帶我們說吧 我覺得他們大概預期 王毅大概就是火力全開把中國的立場一次說清楚 歐洲國家你也知道嘛 比如說德國啦 德國明明就知道北溪就是美國幹的 可是什麼也不敢講 王毅不負歐洲國家所望 坦白講講的非常直白啦 因為他中間有講到經濟面 直接就是講美國根本就不是巧取了 是豪奪了 他講的就是晶片科學法 坦白說他也跟布林肯見了面 那一個多小時坦白說叫做見面吵架 表示中國大陸還是願意跟你面對面把話說清楚 那表示我們還是負責任的跟你管控風險 不要說大家隔空喊話在那邊互扣帽子 那就沒意思了 美國這裡也卡住了啦 所以你也看到布林肯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出 要恢復反華的安排 所以在這一次這樣對抗之後啊 我認為中美可能會這樣的情況走一陣子啦 包括布林肯要不要恢復反中國啦 然後國防部長的對話啦 還有總統之間的熱線 要不要通個話啦 目前是全斷 我覺得中國大概也知道啦 就是美國 目前言行不一心口不一的情況太嚴重了 到了下一個事態大家再來決定要怎麼做吧 大家就先各打各的各玩各的吧 是 反正中國今年也非常忙嘛 你看到他去 穆尼揮也去了歐洲三個國家 然後也見了肖茲啊 那法國意大利匈牙利 我認為這幾個國家的總統或總理也會陸續訪華 然後他去了俄羅斯 如果俄羅斯戰爭沒有惡化太嚴重 那估計習近平也要訪問莫斯科啦 我覺得中國的外交部以前也發表過 比如說美國的人權狀況啦 還有那個毒品的狀況嘛 那這個比較不一樣 這個基本上是對 美國的外交政策做了一個定性 跟美國嗆名的說 我對你的理解就是如此 而且你的歷史一路走來就是如此 我認為就會造成未來中美要恢復到原來的正常狀態 就會增加了很多的困難啊 就是美國就必須在很多地方要過關啦 不然基本上並不能夠得到中國政府的信任 寫白到這個程度了 你有一些觀點未來就會被各國引述嘛 就是說你看中國早就講過啦 當有人要附和你觀點的時候 就表示他可能是你的朋友 彼此有利害關係嘛 又不方便講白嘛 可是你不要低幹的歐洲人 比如說我們講德國啦 德國他雖然不太敢在 北溪二號這個議題上去發作 可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主場是在慕尼黑嘛 那德國外面的通訊裝置 他就故意給你裝個大大的華為的標誌 這個純心要讓美國人生氣嘛 然後連德國那個最親美的外長 那是綠黨的啊 他都見了王毅 然後直接說 忠德不能脫鉤啊 忠德不能脫鉤 這個調子也是走穩 然後你看馬克宏 馬克宏就直接講啊 我們反對集團對抗 我們反對新人戰 我們希望王毅能夠傳達 和平的訊息到俄羅斯 那這個法國這個基調 顯然也是跟美國不一樣的嘛 你看拜登在幹嘛 拜登跑去基輔啊 然後直接再給軍員啊 那不就希望你再打嗎 我坦白說了 歐洲人也要怪自己啊 誰叫你那麼久的時間在荒廢你的國防啊 荒廢你的軍武的能量嘛 那也怪不得美國北約整個掐住你嘛 可是你可以看到法國德國的這些表態 而且都是公開的表態啊 表示歐洲人是有不同於美國的意見的 那我認為透過跟王毅的見面也表達出來了 大家躲在王毅的後面就說 王毅你去說 你可以講12分鐘 我們講短一點沒關係 你可以火力全開講白一點 那以後我們就可以說 欸中國就這樣講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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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